吃完後的確是感覺關節發聲音的次數減少 這四種食物我會在Cutting的時候也會進食 吃完後的確是沒那麼容易想吃 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我是Honey Chan 很多朋友都問我 平時你有什麼食物可以介紹 其實多數我的食物就是iHerb 因為它有方便 次過可以買我所需要的食物 而且它也比較便宜 除了便宜和方便之外 它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產品 例如食物 日常插貨 美妝 而且不時也有減價優惠 所以可以一次過用最低價錢買完生活日常所需要的食物 第二個好處就是它大部份的食品都有齊成分列表 也會標明是否酬食 有沒有食材敏感的字眼 所有品牌都是有保證和信譽好的大牌子 所以基本上在這個網站上面購物我都可以很安心地購物 第三個好處就是只需買滿300元港幣 就可以免運費直送去香港的啦 所以就很方便 好 現在首先我介紹一下這個洋車前指粉 我通常每天都會吃三份的 有助排便 腸圍有些搞笑的 我是可以餓的 但我感覺到它是去不完的 而且經常都是餓爛糞的 這個洋車前指粉其實是有很高的纖維 我覺得它是可以幫助我推動其餘塞在腸裡的排便物 我自己覺得它有助令我的便便是成型的 所以其實我都買了很多蟹 現在已經吃了一蟹 我準備又要再買 然後第二樣我每天都要吃 就是這個Omega-3的魚油丸 魚油丸除了可以令到心血管健康之外 還可以抗炎 因為我平時做運動都比較多 每天都起碼兩至三個小時 其實我們做運動都會撕裂一些肌肉 令到那些肌肉的纖維有少少發炎 其實這個Omega-3有助去減低那個炎症 而且沒那麼累 第三樣我每天都會吃 就是鈣質和尾 這個配方就是鈣質和尾 這兩個配搭會令鈣質更加容易吸收 胃籌方便 我沒有分開兩樣東西去買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品牌 其實這個是最便宜的和最方便的 所以我用了這個很多年 還有這個維他命B3 其實這個維他命B3 本身我們人體都可以合成的 只不過因為我的運動量比較大 我相信我的輸出是多於輸出的 所以我自己就會買這個製品來吃 這個製品可以幫助食物轉化為能量 也可以有助維持我們的代謝 增進皮膚和消化系統的健康 另外維他命B屬於水溶性的維生素 有多的話也可以排出體外 正常人就沒有說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也會額外再補充 還有葡萄糖胺和軟骨素 其實我們身體都可以自行合成的 只不過因為年紀越來越大 身體所產生的葡萄糖胺和軟骨素 未必追得上我們日常使用的量 所以我就會額外再補充 另外因為我的運動量都大 所以更加需要額外補充 吃了它之後的確關節沒有那麼容易響 當然關節響是有很多原因的 一來看看你的動作是否正確 二來就是關節是不是對齊 令它發聲 有很多時候未必是因為軟骨素不足 但我吃完之後的確是感覺 關節發聲音的次數是減少的 特別是我的膝蓋 我的膝蓋是由小到大 特別是左腳都會有響聲 我現在吃了很久一段時間 其實我已經沒有了 還有這個NMN 其實這個NMN NMN NMN 其實我也有吃的 因為這種產品可以提高我們身體NAD Plus的產生 所以就會有一個延緩衰老的功能 延緩衰老 有誰不想 我見它在iHerb不貴 所以我也會有吃的 其實我吃的這個未夠三個月 大家拭目以待 現在我就說一下我平時運動之前會吃什麼補充品 第一種我會在運動之前會吃就是這個L-thyrocin 樂安酸 好像我這樣 其實平時生活也挺大壓力的 另外就是我平時活動量也大 所以我自己對L-thyrocin的追加量也比較大 它可以促進新陳代謝和提升運動的表現 我自己覺得吃完之後它會比較集中一點 我做完運動之後就會上班 做完運動的人會很累 吃了這一種之後 我覺得它可以維持我一天的精神 很Alert 我覺得反應會快 因為之前沒有吃的話 我會比較外乖 整天都好像很累 所以我也會吃 還有L-glitamin 其實這個蛋白質在我們身體裏 亦可以自行生成 一般我們通過日常的均衡飲食 亦可以補充得到 不過是一些運動量比較大 補充上 亦可以有助降低體力流失 增強耐力和減輕肌肉酸痛 還有L-Argene 症胺酸 這一樣東西 亦可以在身體裏面自行合成 只不過因為我運動量大 我的需求是多過身體是可以產生的 那我就會吃這個套餐 這個其實是可以幫助提升運動表現 亦可以促進新陳代謝的 接下來我會介紹一下 我在體重管理方面 我有什麼套餐是會吃的呢 這些套餐全部都是屬於天然的摧取物 通常他們都是在果子、樹葉提取出來的 令我們可以提升情緒 可以容易控制我們的食慾 通常我們想吃東西是因為我們的情緒比較低落 和很累 所以這一個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但是重要事呢 講三次 三次 就是這些套餐是幫助你控制食慾 幫助你控制體重 但是不是幫助你不吃東西的 是不吃東西你自己也是要控制的 如果你吃完這些套餐都是大吃大喝 亦都是不做運動不動的話 這些套餐其實幫不了你 不要那麼長氣啦 那我們開始吧 第一個就是藤黃果 其實這個我們中藥都有這個 它是東南亞非洲 也是一個很盛行的中草藥 那藤黃果裏面有一種hydrocitrate的acid 它是可以幫助到抑制我們一種脂肪梅的產生 可以幫助控制食慾 亦都可以是增加身體血清素的合成的 那如果身體裏面血清素多了 亦都可以幫助我們控制食慾 以及幫助減少食物的攝入量 坦白說我吃完之後的確是比較容易感覺飽肚 第二個就是Africa Mango 這個非洲芒果子可以幫助我們身體維持瘦體素的濃度 有助我們控制食慾 另外亦都可以幫助我們身體促進生存耐寫的 還有南非最期啦 Ashwongada 她的名字好過癮 這個亦都可以幫助我們促進生存耐寫的 它是一種來自南非的多育性植物的水取物 可以幫助我們穩定情緒 提升體內裡的gaba和絕青素 所以間接地可以幫助我們去控制食慾 還有一個Raspberry K 其實它是在覆盤子Raspberry提取出來的 幫助我們身體提高對胰島素的敏感度 亦都是有助我們身體提升新存耐寫的 這四種食慾我會在cutting的時候 亦都會進食的 吃完之後的確是沒有那麼容易想吃東西 不過都是感覺肚餓的 所以都是那句 吃完這些食慾是不是直接幫你去減肥的 只不過是幫助你控制你個人的食慾 如果你真的要減肥 真的需要你的身體消耗的能量 是大過你進食的能量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一個Bed Slipper 是很難入睡 亦都是睡得很差的話 希望這個食慾可以幫你 第一個食慾就是5HTP 其實它也是一種南非的植物果子提取出來的 這個成分是可以幫助我們腦裏 增加多些的血清素產生的 亦都令到我們晚上睡覺之前個人情緒震盛下來 比較容易去入睡和睡眠 睡眠比較深層一點的 我吃完之後的確是感覺到 深層的睡眠的時間是比較長的 以及舒服的 個人的睡意是多了的 還有Gaba 這個Gaba我會在日間的時候吃的 通常我早上做完運動之後 個人還是很hyper很興奮的 因為我的Cortesol還是一個很高的水平 我做完運動之後馬上去上班 我個人就會變得很容易焦慮 因為長期Cortesol這麼高的時候 我一感覺到我11點多 我個人是很累的 所以我都會吃這個Gaba 來舒緩我的緊張和焦慮 吃這麼多的食物 每日平均有多少錢的花費呢? 其實每日平均都是33元而已 都是比吃一個午餐便宜 今次我分享的這些食物 全部都是我個人自己吃的 亦都是我自己感覺上的分享 建議大家吃入河的食物之前 都是要問回自己的家庭醫生 或者是自己的營養師 這樣就會比較安全一點 以上就是我平日的食物的分享 其實在iHerb買的食物真的很方便 亦都是比較便宜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這些食物的細節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下方拿回的連結 多謝大家留意到現在支持我 如果你覺得這條片段幫到你 請你按一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